新人正要拜天地 新郎却突然被家丁拉走 婆婆却丝毫不慌 马上让下人牵来另一个男人继续完婚 盖头之下的新娘就这样和一个陌生男人成了亲 而新郎却被亲生母亲无情地锁在柴房 洞房之夜 男人高兴地端着浇杯酒上前 盖头之下的新娘顿时察觉新郎的声音不对 打翻水杯就朝外跑 身后的男人起身追赶 不慎摔倒在地 婆婆听到声响闯进来 直接给新娘一个耳光 警告她最好安分守己 此时的阿凤恍然大悟 自己就是被骗慌了 嚷嚷着要退婚 李母却将她的卖身器耍到阿凤眼前 叫嚣着退婚可以 但是必须赔偿五百银两 阿凤看着父亲盖的手艺难以置信 她不知道父亲为何会牵下卖身器 原来首富李家有俩儿一女 大儿子阿德自小就体弱多病 使得李母很是担忧 就在这时女儿趁机提出冲喜 李母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可整个村子都知道大儿子的病 正常人家的姑娘 肯定不会愿意嫁给一个随时断气的病秧子 但想到二儿子阿文中一穷苦人家的女儿 那自己作为亲生母亲 何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让阿凤嫁入李家呢 阿凤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 很是开心 觉得女儿跟二少爷阿文情投意合 能嫁给阿文是女儿的福气 便果断答应了这门亲事 二少爷看到母亲如此的通情达理 也十分的喜悦 丝毫没注意到母亲的异常神情 李母怎么可能轻易放下门第之间 愿意接纳穷苦人家的阿凤呢 可怜阿文天真以为是月老暗中牵线 殊不知一切都是母亲在为大哥的婚事筹谋 精明的李母完美上演局终绝的戏码 不仅神不知鬼不觉瞒着阿文 把新房布置在大儿子阿德房间 甚至哄骗大儿子阿德 阿凤本就是为他冲洗买来的新娘 因为担心你的身体不适 才让你的弟弟帮你去迎亲呢 在阿德眼里 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荒唐地搅散了亲弟弟的天赐良缘 而这一切其实早有先兆 当初阿凤在大婚之前曾去神王庙治交 可不管阿凤怎么治都是阴交 他不信邪的再三尝试 神王爷化身出现指点迷津 好心赠他一句话 七月万万不可回娘家门 若你能做到 一切才会平安顺利 但阿凤却丝毫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然而人生不能重来 转天早上 婆婆就来逼问阿凤 到底是要安心做李家大少奶奶 还是选择退婚还五百两的欠款 没钱的阿凤没办法只好默许做大少奶奶 只希望婆婆不要去为难自己耐上了年纪的父亲 林夫人果断答应下来 但同样也警告阿凤安分守己 为了保护父亲 阿凤有意无意地逃避阿文的追问 阿文不甘心非要找阿凤问个清楚 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 李母就出现了 三两句将阿凤打发走 随即将阿文带到前厅 教训起来 让阿文和大嫂保持距离 不要让她在左邻右舍面前丢脸 还告知阿文 自己已经替她寻了一门亲事 婚期定在十月中旬 到时你就可以完婚了 这天经过走廊的阿凤无意间听到下人们议论 这才得知阿文就要结婚的消息 当即不受控制的落泪 没走几步就晕倒在地上 当她再次醒来时 婆婆一反常态地关切 如今你是有身孕的人 要好好休息 不可操劳过度 然而阿凤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 脸上惊恐不已 而一旁的阿德和阿文的表情 更是耐人寻味 只有林夫人一人开心无比 让下人好生照顾大少奶奶 等几人离开后 阿德质问阿凤 股子里的孩子是哪里来的 阿凤不愿提起 只是请求阿德可以修掉自己 阿德作为堂堂大少爷当然不可能答应 心知若此时离婚 到时候全村的人都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那他的脸面到时候往哪里放 备受煎熬的阿文 心知阿凤怀的是自己的骨肉 找到阿凤希望能和自己远走高飞 但阿凤岂会为了一己之私 害心爱的阿文臭名昭著 就在这时阿德再不远处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他没想到给自己戴绿帽子的 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转眼就到了十月中旬 阿文的婚礼如期举行 等婚礼结束后 阿文将自己灌得鸣顶大醉 甚至将自己的新娘春芬认成了大嫂 一直不停地叫着嫂子的名字 这让堂堂小姐在新婚之夜被如此羞辱 很是气愤 可为了能和丈夫同房 只好暂时忍耐下来 转天早上 在给婆婆敬茶的时候 意外得知大哥的妻子就叫阿凤时 春芬瞬间就对大嫂怨恨上口 决心要让大嫂在这个家消失 时不时都会找大嫂的麻烦 然后又跑到婆婆面前煽风点火 指责大嫂的不是 而这天春芬欺负阿凤的场景被阿德看到 阿德忍无可忍地一巴掌打了过去 恰巧路过的阿文看到 也是走上前给自己的妻子补上一巴掌 可怜的春芬也真的是命苦 不管自己怎么做 却依旧得不到丈夫的心 一想到自己还被丈夫毒打 心中不免对大嫂的恨意又多了几分 就在这时李家姑爷出现 为春芬献上一记 李家姑爷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直觊予李家财产的她 会如何利用阿凤和春芬的怨恨 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呢 妻子被诊断怀孕 丈夫却瞬间一脸铁青 而一旁的小叔子却十分喜悦 当初小叔子和大嫂本事情投意合 婆婆却设计将本该嫁给二儿子的阿凤 设计调包送到了大儿子阿德房间 甚至哄骗阿凤那不识字的父亲 签下阿凤的卖身器 可怜的阿凤明知自己被骗婚 但为了让父亲不偿还高额的诈物 只好对婆婆言听计从 可即使这样婆婆依旧看不起穷苦出身的阿凤 哪怕现如今她已怀孕 但依旧只能每天睡在柴房 婆婆为了让二儿子彻底对阿凤死心 给她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 可没想到二儿子却在新婚之夜叫着大嫂的名字 这让身为千金小姐的春芬醋意大法 决心要让大嫂滚出李家 先是找到贪财的李家姑爷结为联盟 随即故意导致大少爷中毒 等待大夫前来诊断 大夫左右查看一番后 试探性地将银针放进药渣中 没想到银针果然变黑 大夫告知李母 此乃慢性毒药 看来是有人想要大少爷的命 李母猛然看向自己最讨厌的儿媳阿凤 丝毫没注意到 女婿阿财给春芬使了一个眼色 春芬当即说道 这要是大嫂去抓的 也是大嫂亲自熬的 那这除了大嫂想必也没谁了吧 尽管阿凤极力地解释 但本就看不惯阿凤的李母当然不会相信她 让众人全部出去 唯独叫住了阿凤 她警告阿凤以后不准靠近阿德一步 随后让下人将她带到柴房关着 很快她谋杀亲夫的事情就被春芬散播出去 阿凤父亲得知后迅速前来看望女儿 恰巧此时春芬又来落井下石 阿凤深知春芬心狠手辣 猜想春芬肯定会刺激父亲 便赶紧宽慰父亲几句 就先把父亲送走了 可没想到父亲刚走 春芬就故意将怀孕的阿凤半倒在地 阴差阳错让阿凤提前生产 好在顺利产下一命 但丈夫阿德却没有半分喜悦 因为他深知这孩子是自己亲弟弟的 而李夫人抱着孙女却是十分开心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有轻易让阿凤恢复自由 反倒是请来同工照顾自己的孙女 而阿凤每天除了在喂奶的时候 能看到自己女儿 其他的时间都只能用来去参拜神王爷 神明专度苦命人 化身庙公交给阿凤两个护身符 还特意叮嘱他 自己带一个 给女儿带一个 可阿凤却并未照做 与同工小玉接触久了 对这孩子十分喜爱 便把一个护身符给了女儿 另一个则戴在了小玉的脖子上 没有护身符的阿凤 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李家女婿阿财早就基于李家第七许久 他故意激起春风和二少爷阿文的矛盾 设计让春风为自己所用 春风单纯地以为阿财真心帮助自己 无脑地相信了阿财 于是想尽办法将李家败落 到时候自己再让娘家赎回土地 这样婆家便会感恩自己 丈夫阿文也会因感恩爱上自己 傻乎乎地听信阿财的话 将李家第七偷走 就连替罪羔羊都已想好 不料这一切被路过的小玉听到 七岁的小玉虽然是一介孩童 但也心知李家最善良的人莫过于阿凤 为了救下善良的阿凤 小玉在李家前后四处寻找二少爷阿文 然而不巧的是阿文今日却没在家 就在小玉寻找阿文的功夫 恶毒阿财已经按照计划往后愿赶去 只见他故作着急地告诉阿凤 说他父亲不小心坠入山崖 马上就要死去了 阿凤听到顿时着急起来 完全忘记今日就是七月初一 七月不可回娘家的事情 着急地往家赶去 就在半山腰时被下人阿旺拦住了去路 而阿财也堵在了阿凤身后 两人上下起手将阿凤活生生给勒死 为了掩盖犯罪痕迹 阿财让下人阿旺将所有地气和阿凤的尸体埋到荒野 没想到阿旺为了偷懒 随便掩埋一下就离开了 可怜的阿凤衣衫不准地被抛尸荒野 而春芬这边也没闲着 在婆婆面前煽风点火 说阿凤跟着野男人跑了 就在这时大女儿跑来说账房遭了贼 一翻查看后 发现最值钱的地气不见了 李夫人顿时感觉天斗她了 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阿凤 也觉得阿凤定是羽野男人私奔 将地气偷走 此刻的李母很是苦闷 就在这时春芬说自己已经跟娘家借钱了 当时把地气赎回来 让李母别担心 李母感动万分 心为李家能娶到她这样的儿媳 而后春芬和阿财到处散步谣言 说阿凤跟野男人私奔 现在已经失踪七天了 李家的两位少爷很是担心阿凤的安危 不约而同地来到神王庙拜景神明 或许是两人的诚心感动天地 在阿凤头七这天 阿凤的魂魄出现在兄弟两人面前 跟着阿凤的魂魄 两人来到了阿凤惨死的树林 大哥阿德无意间摸到地气 顿时就想起地习春芬的纸丧骂怀 怀疑阿凤可能真的和野男人私奔了 而阿文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回想起小玉曾告诉自己 他偷听到阿财和春芬密谋的事情 瞬间意识到妻子春芬和阿财的阴谋 发誓要为阿凤报仇 转天一早就去官府举报妻子的罪行 可由于没有证据 春芬也只是被拉去例行问话而已 李母心疼好儿媳春芬 觉得二儿子精神错乱才会去举报妻子 直接将他关入房间禁足三天 可怜的阿凤尸体也就这样在官府停尸了三天 阿凤父亲看到女儿惨死的模样 心中充满了怜爱 决心要让女儿的神主牌有个归处 一声声敲响李家的大门 阿文也为阿凤进李家的门一直跪地哀求着 可如今的李母眼里却只有大儿子 问他阿凤这种不知羞耻的媳妇女还要吗 没想到大少爷阿德静慕不作声 转眼李母就叫大少爷写下一纸修书 扔给阿凤父亲 阿凤父亲气愤地拉着阿德冲出门外 一边拽着阿德 一边领着棺材 决定去神王庙为女儿讨回公道 李母看到儿子被抓走 赶紧追上来 想要大儿子离开 就在这时天上突然劈下一道惊雷 将众人批晕在地 就在这时阿凤的魂魄完好无损地出现 阿凤跪地拜请神王爷 希望神明能还自己一个公道 神王爷决心要助阿凤伸张正义 并且允诺只要在评论区扣666就会大吉大利 当晚李家三个恶人举杯庆祝 阿凤趁机附身春分身上 操纵阿财和阿旺来到警局招供自己的罪行 春分也如实说出了自己犯下的恶行 阿凤的冤情终于到这一刻沉冤得雪 而他的神主牌也被迎接进李家的大门 也算是个美满的结局